大家好 今天这一讲啊 我们将要从古人的语言这个角度 来聊一聊古典诗歌 由于语音的发展演变 那有一些古代的诗词 它写出来的时代啊 它是押韵的 可是今天呢 我们用普通话读起来 已经不押韵了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需不需要去临时改变它的读音 来让它押韵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杜牧的山形 远上寒山石净邪 白云牲畜有人家 停车坐爱风铃晚 双叶红鱼二月花 那传统的格律诗啊 它在押韵的时候 除了偶数句是必须押韵的之外 整首诗的第一句呢 它可以押韵 也可以不押韵 对于这首山形来说 它是首句入韵的 所以偶数句的家和花押韵 而第一句的血它也押韵 杜牧它是唐代的人 唐代的时候 血是怎么读的呢 它的读音呢 跟今天有比较大的区别 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读作 我们会看到啊 它不仅是韵母跟今天不一样 连生母也不一样了 它的生母不是西 而是子 后来这个拙音的生母子 它在宋代以后 逐渐发生了清化 变成了一个清音生母 斯 斯亚 它再继续发展呢 因为斯这个音发起来不够和谐 所以最终这个斯在一的作用之下 就变成了更加和谐的西 这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的 现在的姬七西生母 它们是很晚才产生的 大约到了清朝才有了 那在这之前呢 有一部分姬七西是哥科赫的生母 还有一部分就是滋滋滋的生母 这是邪的读音 雅 而雅和花呢 雅在唐代大致上读嘎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的方言中 保留着这个读音呢 那花在唐代的读音 跟今天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就认为它读花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雅 嘎 花 这三个音 它们是押韵的 但是随着语音的演变 到了大约是元代以后 在北方方言地区 邪这个字 它的韵母呢 就从鸭开始往耶的方向去发展了 当然在很多现在的南方方言里边 比如说像武语 民语 客家话 还有湘语等等 它都还大量地保存着 雅或者是霞这一类的读音 那北方方言里边 邪的鸭变到了耶 可是家和花呢 它们还是啊 没有变过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再读起这首诗 就会觉得不押韵了 但是呢 我们的诗歌知识 又告诉我们 这首诗里 邪它应该是要押韵的 不押韵了 就好像我们要吟诵这首诗的时候 缺点感觉了 因为诗歌 它不仅仅是看文字的 更是要把它读出来 朗诵出来 去感受声音 感受音乐的魅力 曾经啊 南朝的著名诗人谢挑 就说过 他说 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就是诗歌 它要像光滑的那个弹丸一样 是精巧流畅 读起来不能有质色之感 而南宋大儒朱熹 也曾经说 读诗正在于吟勇讽诵 观其唯曲折旋之意 诗歌它本来就是音乐的艺术 如果读诗 我们不把它吟勇讽诵出来 不从声音上去浸润其中 那就很难非常恰切地 体会作者的诗心 很难更加深入地去理解那些情感 因此诗歌它对于声音的要求很高 如果读起来不押韵 那我们的感觉就不太妙了 因此很多的朋友在学习 山形这首诗歌的时候 学的都是 远上寒山石敬霞 白云生处有人家 这样一改呢 我们诵读起来 感觉就更对味了 其实啊 古人也是这么干的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语音 它是不断地发展的 我们今天的读音 跟唐诵有区别 那唐诵的人呢 他的发音跟先秦也不一样 唐诵时期的人 他们读先秦的那些押韵的诗的时候 比如说他读诗经 读楚词 他就会发现 应该押韵的呀 怎么不押韵了呢 引用起来就不能够很好的 观其围曲折旋之意 所以他们也会临时地去改变 韵脚的读音 这种做法当使人称之为 谐音或者是谐韵 大家会看到这个叶子 他和叶子的叶 今天简体的写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在繁体当中写法是不同的 读音也不同 我们读斜 他的繁体跟简体一样 都是左边是口 右边是石 这样的一个写法 而叶子的叶呢 他的繁体是草子头 一个世界的事 再加下面一个木 所以这两个字 在繁体当中 他们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不能读夜音 要读谐音 谐音的意思 就是让读音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押韵 比如说 《诗经》的背风当中 有一首歌唱母亲的 养育之恩的诗 叫凯风 凯风它开头的四句是这样的 凯风它指的是夏天的风 非常的温暖和煦 那这夏天的风从南方吹来 凯风自南 它吹拂着酸枣树星 吉 荆棘的吉 它指的就是酸枣树 那当夏天的风吹拂酸枣树星的时候 这个时候树星 它还比较的娇嫩 吉星夭夭 夭夭就是虽然健康 但是还比较娇嫩的样子 娇嫩的树星 它就像孩子小的时候 需要母亲细心地呵护 因此母逝取劳 母亲要非常辛苦地为孩子操劳 那在这四句当中 它是怎么押韵的呢 诗经的押韵 跟唐宋诗歌的押韵 它有一些区别了 它并不完全是偶数句押韵 在这首凯风当中 这四句 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来押韵 然后第三句和第四句 换了一个运来押 吉星夭夭 母士取劳 这个夭和劳 它们押韵 今天读起来 仍然也是押韵的 可是它的第一句和第二句 凯风自南 吹笔吉星 它们应该是南和星押韵 可是今天我们读起来 这个南和星已经不押韵了 其实不仅是今天读起来不押韵 唐宋时候的人 他们读起来也不押韵了 唐宋时期这两个字的读音 大致上是南读作南 而星读作SIM 也不押韵 所以唐宋人读这首诗 他想让他有押韵的感觉 就必须要改变其中某个字的读音 那怎么改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在当时影响最大的 宋代的大儒朱熹 他给诗经做了诗集传 在诗集传当中 他是怎么改的呢 朱熹他在这个南字下面 注了一个读音 他说这个字啊 在这里 携倪心法 携就是在这里临时的改读 来押韵 那倪心法是什么意思呢 在古代还没有拼音的时候啊 他们要注音 他得用汉字来注 他使用汉字来进行了一种 叫反切的方式注音 用反切拼音 他取得第一个字的声母 然后加上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 这样拼起来 他就是被注的那个字的读音了 所以倪心法 他就是取倪的声母 呢 然后拼上这个心的韵母 音 唐颂的时候他读音 再加上心的声调 也就是平声 他拼在一起 您 这就是南在这里的读音 当然如果没有押韵的需要 他在诗里不是韵脚的位置 那么南就要照旧的读作南 所以啊 其实朱熹他用谐音的方法 把南读作您 来和新的声音押韵 那就跟我们 把远上寒山石敬邪 读作霞 来跟加押韵 他的做法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还存在着 语音的演变导致不押韵 而我们又想要读出押韵的感觉 那就免不了需要这样做 但是呢 近些年我们发现啊 现在的中小学 他们在学习古典诗歌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改读了 远上寒山石敬邪 我们就将邪 读作他本来的音邪 所以很多朋友就很困惑 为什么我们以前要改读 现在又不改读了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例子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唐诗 唐代诗人贺之章的 《回乡偶书》其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应无改并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孝问客从何处来 可能很多朋友在学习 这首诗的时候 第二句的运脚这个衰 老师说要读催 为什么要读催呢 这个衰啊 它确实是一个多音字 它的确有两个读音 一个是衰 一个是催 而多音字我们知道 它是不同的音 要对应不同的含义 对于衰字来说 当他读衰的时候 他表示事物往 微弱的方向去发展 比如说衰弱衰老 而当他读催的时候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是古代的丧礼当中 所穿的一种丧服 后来他写作脚丝旁的催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 相应无改并毛衰 这里的衰 它的含义是衰对应的意思 还是催对应的意思呢 很显然 它就是普通的衰的含义 我的病脚的头发减少了 我衰老了 所以按照含义来看呢 它不应该读催 那为什么我们以前 学习的时候要读催呢 这就也是谐音 只有当衰读成催的时候 我们听起来 它适合回押韵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呀 为了吟勇奉诵的那个韵味 我们临时地把衰改成了催 可是这首诗 它还有第四句 也押韵 第四句的韵脚是什么呢 笑问客从何处来 它是来 来能不能够跟回和催押韵呢 至少我们今天读起来 它是不押韵的 反而是读衰 它不改读 这个衰和来可以押韵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改读 它像是一个大坑啊 有时候改不胜改 为了匹配回 我们把衰改读成了催 可是它又不能跟来 去押韵了 要跟来押韵呢 就应该保留衰 可是它听起来 又跟回不押韵了 这样的情况 当然不止这一首诗存在 很多时都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啊 为了避免越改越乱 干脆不如就保留 它正常的读音 只需要知道 在过去 它们是押韵的 就可以了 韵诞生于音乐 又辗转引进诗集 最终成为古代诗作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常被文人默克 诗作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 和艺术追求 然而 随着汉子读音的发展变迁 许多诗文从今天的发音来读 已经不再押韵 为了重拾古典诗歌的韵绿美 古人往往会采取一种叫做 谐音的方法 临时改变某些字的读音 那么 古人是如何通过这种方法 来维持诗歌韵律的呢 就像朱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曾经以谐音的方式 来改读诗经 楚词的韵绞 但是后来 人们发现 他们的谐音存在很多问题 后人读诗经 楚词 也就不再改读了 这样做呢 虽然在吟永讽诵上面 它略有欠缺了 但是总体来讲 也并不会影响我们对这首诗的理解 除了押韵 那么古典诗歌在语言上 还有什么要求呢 古典诗歌 它是一个范围很大的概念 而我们读的最多的唐颂诗 它大部分属于格律诗 格律诗跟其他的诗歌 最大的差异就是讲究评词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2019年的春晚 岳云鹏和孙岳 他们表演了一个相声 叫妙言趣语 在这个里边啊 岳云鹏带着全场观众 重复了好几遍 平则 平则 平平则 则平 则平 则则平 是错误的 那正确的平则结构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 到底什么是平则 平则它涉及的是 汉语的声调 格律诗的平声和作声 它是按照中古时期的 声调来算的 跟今天普通话的声调呢 有一些对应关系 但是不完全相同 当时声调一共有四个 平 赏 去 入 大致上可以说 今天普通话的第一声 和第二声 英评和阳评 它们大致对应着 中古的平声 第三声呢 大致属于中古的赏声 今天的第四声 在中古时期 大多数是去声 和一部分的赏声 古代的平声 顾名思义啊 它就是声调是平的 它就可以随意地延长 不管你延长多久 它的声调都不会变 可是赏去入声 当我们想要去延长它 延长的部分 它就跟原来的调形不一样了 它会变成平声 比如说我们要去延长一个去声 啊 啊 这是一个去声 如果我们要延长它的话 啊 它后面的啊 其实是平的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平声了 所以啊 赏声 去声和入声 这三个声调 是不能够随意延长的 能不能延长 这对于一首诗歌来说 很重要 因为诗歌它有节奏 它的节奏应该像音乐一样 有时候呢 悠长缓慢 有时候要短促 要明快 长短相见 错落有致 它才能够更加地具有表现力 感染力 可是格律师它不是配乐演唱的 因此它的节奏的长和短 它不能通过音乐来实现 只能通过声调 它的长短交错来实现这种 舒缓有节 既然平声是可以延长的 赏去入声是不能延长的 也就是说平声可以长 而赏去入声比较短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平声算作一类 把赏去入声算作另一类 这两类交错搭配 就可以实现声音长短错落 所以呢 人们就给了 赏去入声这一类一个统称 就叫泽声 在诗歌当中 平声和泽声缓急交替 实现了诗歌的音乐美 那么平声和泽声要交替 是不是就像岳云鹏的相声里 所说的那样 是平泽 平泽 平平泽呢 这确实有交替 可是如果一个字它就是一个节拍 每个节拍就要换一下平泽 那就不停地都在换 显得特别的急促 其实世界上所有的诗歌 不管它用什么语言 它都会有韵律的要求 而要形成韵律 一个韵律小节 至少要有两个音节 所有的语言都是这样 那么对于唐宋时期的汉语来说 它们的一个音节的构成 跟我们今天是非常相似的 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 所以呢 一个韵律小节就应该有两个字 在小节的内部 两个字平泽应该尽量地相同 而在小节和小节之间 就需要平泽交错 所以如果是一首七个字的诗 那么它的平泽就应该是 平平泽泽平平泽 或者是泽泽平平泽泽平 这样的结构 它是最为工整和典型的 比如说杜甫有一首名篇 被誉为古今七律之冠 登高 它其中有一连 非常的工整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我们看一下这一连的平泽 无边这两个字是一个小节 都是平生 落幕呢 是第二个韵律小节 它都是泽生 萧萧作为第三个韵律小节 都是平生 下它一个字是第四个小节 是泽生 所以合起来 它就是平平泽泽平平泽 同样的方式 我们看不进长江滚滚来 它的平泽构成是 泽泽平平泽泽平 所以这样的规则 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 一句之内平泽交错 而两句之间平泽相对 出句 无边 它是平平开头 对句 不进 它就是泽泽开头 然后各自内部平泽交错 可能大家会有疑惑 我们读不进长江滚滚来的时候 第一个字的不 不 我们读的是第二声不 那它应该属于平生吧 为什么要算作泽生呢 这其实是受到了普通话的误导 不字单独的读 它只有一个读音 就是第四声 它是泽生 普通话当中 有几个字 比如说一 比如说不 它在不同的声调字的前面 它可能会变化自己的声调 比如说一个 它是读到了扬品 一把 它读到了去生 不是 它读扬品 不想 它读去生 但是在古代 它并不会这样 这个字是什么声调 那它在古代呢 它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 就都读这个声调 所以不 它是泽生 在诗歌里边 不管它后面的字 是什么声调 它都保持自己原本的声调 因此不进 它是泽泽 两个泽生 对于写诗的人来说 它要保证 每个小节里的两个字 凭泽都相同 还要保证相邻的两个韵律小节 它的评则都不同 这样的束缚 就未免有点太多了 诗歌当然要有规则 但是它也需要自由 束缚太多 它就会变成像乏味的八股纹一样了 那么怎样找到规则 跟自由之间的一个平衡呢 那就需要看 哪个规则是首要的 哪个规则是次要的 对于古典诗歌来说 押韵 它当然是首要的 不管什么形式的诗歌 它都必须押韵 那对于格律师来说呢 除了押韵啊 两个小节之间的平字交错 这是首要的 而小节之内的两个字 它们之间要平字一致呢 这个要求相对来说就是次要的了 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 诗歌以其独特的魅力 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而格律师更是凭借严谨的结构 和谐的音韵 展现了古典诗歌的韵味 在这复杂的对仗与评则背后 诗人们将智慧与匠心 平衡于规则与创作自由之间 在世间留下了无数流传千古的家作 那么诗人们是如何在规则之间 进行取舍与变通的 他们又放宽了哪些行文押韵规则呢 对于所有的古典诗歌来说 押韵它都是首要的规则 当其他的规则跟它冲突的时候 就要首先满足押韵这个首要的规则 百年多病独登台 它的台字刚好就是韵脚 它必须押韵 这首诗它押的是一个平生韵 所以台这个位置它必须是平生 一般来说呢 格律师他押韵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是押平生韵的 因此在七言或者五言的诗歌当中 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 它独立为一个小节 它应该用平还是用则 就取决于它是否处于需要押韵的位置 如果它押韵那就用平生 如果它不押韵呢就用则生 它不需要跟前面的小节进行平则交错 因此我们会看到百年多病独登台 台和灯这两个小节不用交错 它的上一句万里悲秋常做客 这一句的前面三个小节 万里 则 悲秋 平 常做 则 而最后的客呢 因为它不在押韵的位置 它也需要用到则生 它需要和台相对 台式押韵的是平生 所以这里的客 它就必须是不押韵 则生 那么客和前面的则生的小节 第三个小节 它们就没有实现平则的交错 它不需要交错 那有了这些关于平则的知识 我们大家就可以试着去分析 读过的格律诗了 我们在前面举例过的杜木山形 不妨试着分析一下它的平则吧 远上寒山石净邪 它是则则平平 则则平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边的石 石头的石它是一个入生字 今天读平生 但是唐代它是则生的 第二句 白云生处有人家 白云是则生加平生 白是一个入生字 那整个小节是平生 生处是平生加则生 整个小节是则生 有人是则生加平生 整个小节是平生 整体三个小节是平 则平这样交错 最后的加 因为它是押韵的 所以它是平生 这是前两句 第三句 停车坐爱 风铃晚 非常标准的 平平则则平平则 第四句 双叶红鱼二月花 双叶它是一平一则 整个小节是则生 红鱼都是平 二月都是则 最后的花 它是押韵的 是平生 确实是符合平则要求的 刚才我们看的都是七言式 如果是五言的格律式 它的平则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只需要把七言 开头的第一个小节 给它去掉 那就是五言的平则规律了 平平平则则 则则则平平 则则平平则 平平则则平 这就是典型的五言的平则 比如说像三岁的孩子都能背的 王志焕灯灌雀楼 白日衣衫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们去看它的平则 也是符合五言的平则律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全诗的第一个字白 它是入生字 属于字声而不是普通话读的平声 不过平则的规则 它只适用于格律式 如果是不讲格律的古诗 比如说唐以前的诗 以及唐代的一些古诗 它就不能用平则去分析 像李白就写了很多的古风的诗 大家最熟悉的静业思 它就不是按照平则要求来写的 格律诗 它不同于其他古诗 还有第三个要求是对账 这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日益普及 好多孩子都会读和背一些对运歌 比如说云对雨雪对风 这就是对账 对账它既在平则上有要求 要求平则相对 又在含义上也要求意思相对 比如说云对雨 云是平生 雨呢是则生 这是平则相对 而在含义上云和雨也是相对的 它们都是和气象有关的名词 这样的对古人称之为天文对 同样是天文对的 还有下一句了 雪对风 它们在平则上也是相对的 那我可以用雨来对风吗 当然是可以的 因此对账它不是唯一的 是比较灵活的 但是在诗歌当中 偶尔我们会出现一种戒对的现象 什么是戒对呢 就是在这首诗里边 我使用某一个字 明明用的是它A的含义 可是用来对账的时候 我需要借用它的B的含义和读音 来对账 这种情况虽然并不多 但是有一些文字高手 就特别善于这么用 比如杜甫 杜甫的曲江诗 这是一组组诗 其中的第二首曲江其二 它有一句是特别有名 久债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时古来兮 我们先看它的平字 这里边七和十 这两个数字都是入生字 所以不是平生而是则生 所以整体来看 它是非常典型的 则则平平 平则则 平平则则 则平平 是非常的公整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文字的对账 意思上的对账 久债对人生 名词对名词 可以对 寻常对七时 这里就有点问题了 寻常 它是平常的意思 就是随便走到哪儿 都有我欠的久债 它是一个负词 可是七时 它是一个数词 它怎么能够 跟寻常相对呢 这里边就使用了借对 寻常 它其实有两个含义 我们都知道 并且使用的是平常啊 普通啊 这个含义 但是它还有一个 罕见的另一个含义 寻和常 都是长度的单位 寻这个字啊 我们看它的上边 是一个扫地的扫地右边 下面呢 是一个寸 在最早的甲骨文里边 它画的是 伸开两只手臂 去测量一个物体的长度 所以说文解字里边说啊 夺人之两臂 为寻八尺也 也就是说 在最早的时候 把人的两臂伸开 从一个指尖 到另一个指尖的长度 就叫一寻 大约相当于 汉代的八尺 而长呢 背寻位置长 两个寻就是一长 那也就是说 大约相当于 汉代的一丈六尺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作为长度单位的寻常 它是可以跟数词 七十相对的 可能我们还会 有一点疑惑了 每个人伸出手臂的长度 它是不一样的呀 以谁的为准呢 实际上呢 在我们早期的 很多度量单位 它都是依准于人的身体的 比如寸 一寸是多长呢 它就是画出一个人的手 然后在寸口的脉搏的位置 画上一个标记 表示从寸口到掌根 这个距离就是一寸 所以说文解字说 周至 寸 尺 指 寻 长 任 诸度量 皆以人之体为法 最早的先民 他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 最早 他往往是经由自己的身体 来认识世界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只有当我自己的身体 是确定 稳定的 我再往外推演 世界才能是确定和稳定的 这是哲学和心理学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依赖于每一个个体 而有一个外在的 客观的统一的 度量衡标准 很早也出现了 寻常 它作为长度单位的用法 逐渐也不再使用了 但是在诗歌当中 他还以化石的方式 沉淀着古人的世界观 被保存了下来 在格律师当中 对账并不是每一连都必须的 比如说绝句 他甚至可以整首都不对账 而律师的四连当中 中间的两连 一般要求对账 我们日常所使用的对联 他也遵循律师当中 中间两连的对账要求 由于格律师的押运 他绝大多数都是押平生运的 所以对联也要求 下连结尾的字 是一个平生字 所以下一次您贴对联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哪句在前 哪句在后 就可以根据这个特点来判断 哪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平生字 那他就是下连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 从古人的语言的角度 来对古典诗歌进行分析和探讨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